汽车作为大众的出行工具渐渐成为了生活的必备品 那么买什么样的车对于即将晋升车主的人来说可是一大难题 不过二胎政策开饭以后这个问题对于要升二胎的家庭来说就很简单了 七座车就是他们的首选 但是最近买了七座车的车主可谓是后悔不已 因为车主是高高兴兴的去车馆所上牌 结果却安身栽造的回去 这是为什么呢 还是因为七座车都要求被喷上字 这样能对很多善用七座车进行载人拉货的运营车进行处罚 只是殃及了很多无辜的车主 因为也不是所有的车主都是抱着用来运营的心思去买七座车的 敢买的车喊别热乎就被喷了字 可以说是瞬间就掉了档 而且车主还要付喷字钱 搁谁谁也是很无语的 这个制度一出很多七座车就是首批被喷上的字 纷纷拍照吐槽 这位网友的字可是花了140元喷的 而且还没有任何美观可言 原来是何载七人 现在还有5加2的字样 车主表示这有什么区别吗 大家知道这是什么含义吗 欢迎评论留言告知大家哟 在哪里想要被你 55澹 还没有 TX 谢谢了 不 hal